新加坡之前才传出愿意提供就学机会 给面包师傅吴宝春 昨天又有六个餐饮集团 集体来台抢餐饮人才 开出薪水3万到8万5 提供60个职缺 不过却吸引了100多人来报名 快多出一倍 双刀一下 整条鱼瞬间变成弹牙小丁 大火爆香 把菜脯炒到香喷喷 这可不是哪位大厨 而是餐饮学校的学生 在闷热的厨房跟着师傅学做菜 被新加坡餐厅集团向众 跨海来抢人 在新加坡有40家餐厅的同乐珍宝 总共六个集团来台要真领班服务生 起薪三万元 主管更逼近8.5万 女生每个月还补助200元的化妆 工作满两年再送回台湾的机票 开出60个职缺 却几近100多人报名 我觉得钱的话就是跟台湾的差不多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机会出去就出去看看 那虽然我是学习餐 但是中式的方面 因为中国人大部分就普遍就是很多嘛 那吃的一样也是中餐比较多 那我就去干脆去学习看中餐 顺便去学英文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厨师来自世界各地 有马来西亚的印度印尼 然后又有新加坡人 很多可以学 对 没错 新加坡本地人大多不爱从事服务业 业者表示看好台湾餐饮人才 因此才不惜重金来探路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导 最重要的别是 人亚太电视连绝 相当天 佛